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时间便在奥峰的修炼感悟之中慢慢过去 许久 奥峰缓缓地睁开眼睛 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好像先亮了不少 耳目也突然聪明许多 一些极为细微的纹理也能瞧得十分清楚 有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 但他也不知道这种混乱的修炼是不是起到了效果 看看窗外 奥峰亚然地发现 飞艇已经开始飞行了 向下方看去 旭日岭已经成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土地 可见他修炼的时间不短 说不定 奥十三在这期间都来过了 飞艇每到一站都会停靠半日左右 途经数百岭 只靠十站 将一路上的领地划分为一个个区域照顾到 在奥峰看来 这通天飞艇实在有些像是异界的火车 倒有些对不住十三哥 还说陪他聊聊 哪知我却自己一个人修炼去了 奥峰摇头一笑 向门口走去 奥十三也在豪华舱内 出去两步就能找到他 手指触及门框 却在听到外面雨声的时候 皱眉停了下来 因为他听到了四个字 天王岭 杀 天王岭这三个字还不至于让奥峰很敏感 和氏碧眼看着就要出土了 这时候 讨论天王岭的人极多 但是这后面加上一个沙字 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 这些人 难道想对殷大哥他们不利吗 看样子 最好还是去打探一番 奥峰滴滴青南一声 眼中略过精芒 莫得一转身 身形便凭空不见 进入风云府 奥峰将之缩小为一粒沙尘般 然后便从门的缝隙里钻了出去 向前一看 却发现那对人已经走入了隔壁房间 急忙也跟随进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奥峰刚一进来 便在前方瞧见了一张极为阴森的面容 不是蓄日领主 是哪个 这间豪华舱内 正坐着蓄日领主 蓄东神帝和八名神帝巅峰级强者 他们的对面 是两个全身罩在斗篷里的黑衣人 从露出的脸部看 是两名中年男子 说话声音 甚是沙哑 身上的波动也在神帝巅峰级别 此时 那两个斗篷黑衣人 才跟着蓄东神帝走进来 蓄日领主却分毫不敢拖大 面带亲戚笑容地迎上前去寒暄一番 这两个神帝恐怕大有来头啊 奥峰见蓄日领主这副狗腿的模样心中暗暗想着 几句过后 这几人就谈起了正事 只听蓄日领主拱拱手对那两人笑道 两位千里迢迢赶过来 是要告诉我们目标的消息了吗 那两个黑衣人一起点点头 其中一人嘶哑着声音道 不错 我们兄弟今日前来就是通知领主 两天之后 在接下来的角洲岭 百里青霄就会上庭 此方他出行只带了两名随从 都是百里无双坐下干将 两名九星神帝 这两个人在混乱大平原那种地方出来 实战力量更剩普通九星神帝 除了蓄日面下 我们的人恐怕都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他们 只待蓄日领主击杀了那百里青霄 我们便离开 百里青霄 百里无双 这不是混乱大平原 势力最强大的三大巨头之一 百里门的兄弟领主吗 这个杀字就是针对百里门 奥峰突然听到这么大的一个密谋 心中震惊不已 眉头暗皱 不过 这又和天王岭有什么关系呢 奥峰正自疑惑 另外一名黑衣人便给他解答了 记住 杀了那百里青霄之后 一定要抱上手托于天王岭 这里有几枚天王岭的标识 蓄日领主记得随时地制造一些破坏 将东西丢在周围 造成百里青霄被人围攻的假象 我们便将那两名拖住的九星神帝引过去 事成之后 这枚飞行奥义石就是你的了 那人一边说着 一边从手中拿出一枚青绿色的小巧石头 上面散发着一层淡淡的柔和光芒 奥峰眸光一动 暗自惊诧 这是什么东西 其中的能量波动怎么会如此古怪 他虽然不认识 却知道这是一样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蓄日领主在看到这枚石头之时 眼睛立刻亮了几分 眼神中的炙热完全无法压抑 深吸一口气 蓄日领主笑道 几位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办成事情的 那百里青霄不过是个废物领主 要杀他简直易如反掌 收了我们的报酬 事情当然要办好 但你要记住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领主 我家主子若是有心 随时随地都能让你飞灰烟灭 所以别把事情搬搂了马脚 就是失败也得一口咬到底 否则你那续阳领的几十个儿子 黑衣人 雨声冷漠 虽然没有说下去 话语中的威胁之意 却是连傻子也听得出来 蓄日领主当场打了个冷战 他知道对方身份 自然很清楚地明白 对方的势力和实力 凭他一个偏远 小领地的领主 和人家叫板的资格都没有 两位免下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天王岭派出的刺杀者 和两位同样受雇于他们 他们才是我们的主子 两位说是不是呀 蓄日领主甚是阴险地黑黑笑道 两名黑衣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一起点了点头 接下来 几人就是继续那套虚与威仪了 傲风又听了一阵 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听取的情报了 便驾着风云府 飞回自己的房间中 摸着下巴 暗自思索 这分明就是一个阴谋 有人想杀人嫁祸天王岭 挑起天王岭 和混乱大平原上的 百里门之间的争斗 想要使之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此番天王岭何时必出现 各方势力都会有所行动 混乱大平原 最为靠近那里 自然不例外 难道是有人 想借此机会 打压天王岭吗 凭借着听到的信息 奥风很快便大致推测出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天王岭在中部平原地带 虽然说得上繁华 却也并非独占翱头 周围还有不少竞争者存在 比如东方的青鹿岭 西方的飞云岭 还有其他混乱大平原 周边的领主 那些领主 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几乎都在地榜之上 而混乱平原 类似百里门这等大型实力 也有地榜强者坐镇 比如那百里无双 便是地榜第十七的强者 完全不比混乱大平原 周围的领主差 他自然也对周边领地 虎视眈眈 想要从混乱大平原中发展出去 取而代之 百里无双 最为重视自己这个弟弟 要是知道百里青霄出事 那还不当场带着人就杀过去了 混乱大平原周围 当真乱得可以 想要找出这件事情 背后策划之人 难度真是极大呀 暗风想了半天 也无法准确定位到谁的身上 只得叹了口气 看来 只有炼化了蓄日领主 才能知道背后主谋了 一切 要等那百里青霄出现 才能有所行动 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若是不讨厌 倒可以救上一救 暗风 微微一笑 眸中闪过淡淡的精盲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